共买了一千条缆丝带 有实际行动 开学日第一天 家长关心的不只有孩子 能不能收心学习 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内 更担心的是孩子的用餐食安问题 政府预计明年开放美国 含莱克多巴胺 俗称瘦肉精的猪肉 以及30月龄以上的牛肉 进口台湾 营养午餐的菜色当中 猪肉加工制品相当的多 该怎么为孩子的健康把关 开学第一天 侯友宜更改行程 先来学校视察 尤其猪肉是大宗 猪肉里面 很多的猪肉加工品类 它是无法标示来源 包括现在的国家认证标签 都没有办法确保 它的加工制品到底从何而来 那孩子们的用餐 很多像供丸 水饺 很多类都是加工制品类 到底这些 如果当美猪一开放的时候 这些加工制品类 在学校这一端 能不能守得住 其实令人担忧 他们吃好不好吃 看天早 侯友宜视察学生用餐情况 也当其打菜志工为他们服务 遇到美猪美牛明年开放 他不会言的表示 国际标准2012年到现在没变 变得是蔡英文总统 孩子吃到的三餐 都有猪肉加工制品 身为地方首长 顾好他们的用餐健康 是唯一的标准 因应对策 就是严格把关 孩子们早餐到早餐店 买汉堡 火腿 三明治 这些加工制品类 你有把握 把来源管控好吗 这才是我们最担忧的事情 所以我们期待 在整个守护国民健康 守护孩子们的健康 一定要非常有保过 能够做得非常的彻底 再来谈开放 那我们西北市市长也特别宣誓 要坚持使用台湾的猪肉 原本开学日 侯友宜市长安排一早 视察校园防疫状况 因为美猪美牛明年开放 变更行程 除了关心防疫 也要配合学童的午餐时间 从此刻起 协助学校的自立午餐 及团善业者 守护健康要站在同一阵线 记者林立雾刘安静 土城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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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